开着坦克捕猎棕熊 这绝对是地表最硬核的狩猎方式 这是一群俄罗斯的猎人 他们来到西伯利亚森林的腹地 此地气温零下55度 一只驯鹿都被冻死 成了一只狼欢的食物 俄罗斯的猎人自然对其没任何兴趣 他们先是在森林的一角 搭建了个帐篷当作根据地 而后鹤枪时代 在猎犬的帮助下 找到了棕熊的终结 一场血腥的降维师猎杀即将开始 猎犬再次确认棕熊的位置 领头的巴尔乌拉便开始设置围诈 防止棕熊逃跑 这个过程一般都得一个小时 而其余的同伙必须时刻保持紧张 防止棕熊突然窜出伤人 一切准备完毕就尽等棕熊上钩了 然而专业的猎人都是没有耐心的 在巴尔乌拉的教唆下 红火朝着棕熊窝的上方开了枪 棕熊被抱头已经死后了 而后契科夫基将身体伸入熊窝 将绳子绑在棕熊的身上 在大家的合力拖拽下 一头八百斤的棕熊在自己冬眠的时候 被这群俄罗斯的猎人抱了头 丧命在了自己的熊窝内 其实俄罗斯有着数千年的狩猎文化 猎熊不仅是王宫贵族的游戏 更是平民重要的肉类和经济来源 俄罗斯的亚库特猎人 将熊视作展现男子气概的战利品 捕杀的熊越多 名气就越大 汉特人更是家家户户有一张胸皮 回到根据地 俄罗斯的猎人将棕熊卸下 开始对其扒皮去 棕熊全身都是宝 然而 熊胆可是最宝贵的东西 必须特殊保存 棕熊的皮毛可以做成极具饱满的衣服 重头细来 这就是熊肉 猎人瓦尔茨库正在分割熊肉 这可是个力强 处理完的熊肉还需要再次分割 今天瓦尔茨库将给我们做一道洋葱爆炒熊肉 经过半个小时的炖猪 一道极为罪恶的洋葱爆炒熊肉出锅 瓦尔茨库坐在窗口看着雪景 慢慢地咀嚼着 其实在俄罗斯的传说中 谁要是能和熊一起走出森林 且不被熊所伤的人被称为是圣人 所以在许多名画中 人物身旁都跟着一头熊 然而熊通常代表着笨猪和鱼盾 它是最高等级的野兽 是森林的最强者之一 但它并不聪明 通常都会被人类所猎杀 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 如今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狩猎期 才能进行狩猎 不同动物的狩猎期也不同